你再看一下 走到看板后面 到了那边之后 他自己先看能不能动 今天最大的赢家是去拿电梯了 但是我们看 其实现在 旁边有一个很热心的人想过来帮忙 对 真是要不要帮到忙 完全就是刚才你提到 这个是可移动还是不可移动 对对 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 在打比赛的时候 这种球道里的这样的看板 还是属于这种可移动妨碍物吧 应该算是 我感觉我好像两种都经历过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争议 究竟看当地规则 其实您的内心很矛盾是吧 看当地规则怎么样去定这个事情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 就是说高尔夫规则在这方面 确实是太刁了 真的他没有移球 可是规则是规则 你既然是来打比赛就得照规则 高尔夫也是一项有规则的一项运动了 非常非常讲究规则的运动 对 裁判应该是在的 那个左边黑衣服的 应该是中国的一个比较有名的裁判 廖一真 对 所以他叫他过来 是他处理的方法 不是把看板放下来 是抛球 看到没有 他叫他过来来这边抛球 离服之后 在一个干身之内抛球 这才是正确的处理这个看板的方法 而不是把看板放躺下来 但是刚刚他打多少 他是在这个位置打的球 对对对 最后是这个 是在裁判的监督下面 抛了球之后才打的 可是那个争议就是说 他先把自动把看板给放下来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 可是现在裁判组都有点不确定 就是他们得去翻那本书 看到底是他有没有犯规 对对对 但是关键是 Monty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实际上还是裁判 告诉他 你应该是按照这种 这种你去 应该是把 不要动看板 你去在一干范围之内去抛球 对对对 他还是按照这个做的 没错 可是之前他把看板放下来 这个动作是有争议的